三年前从东京迁居至此的片桶一家 夫妇共同经营一家美发店 过着悠闲的生活 生活在富士市最大的魅力 就是这远眺的景致 今年三岁的孩子出生于富士市 正健康成长 这天全家一起来到室内的儿童馆 富士市有各种育儿支援设施与制度 召看放学后儿童的放学儿童晚托俱乐部 保育员幼稚园入院前可以亲子共同参加的社区机构育儿支援中心 还有保育员上门接受咨询的育儿支援队 对于零岁到初中毕业前的儿童 有医疗费的补贴 城市建设中心 儿童会等地域社区机构十分充实 从富士市到东京 利用新干县新富士站仅需一小时十分钟 到新大阪仅需两小时二十分钟 十分便利 近年来白天在都内工作 晚上或休息日回到富士市悠然度过 这样的人事也逐渐增多 大人和孩子都能充分享受的设施也十分充实 在富士海洋泳池 有水上滑梯和儿童泳池 可以亲子共同玩乐 罗杰西亚的 有以1632座的大厅为首的各种完备设施 可以举行演唱会 话剧等 这是可向市民兴趣组 以及目标从事演艺活动的人们 广泛开放的文化设施 市内也有众多购物中心和超市 对于想在富士市工作的人士 我们有完善的支援措施 在年轻人就业支援机构 EFKERU 以15岁到未满40岁的年轻人为对象 从就职方面到职场礼仪 我们举行涵盖了各个方面的个人咨询 工作相关信息发布 以及学校进行的就业支援活动 此外 同一楼层还有Hello Work Fuji Mother's Corner 等福祉咨询室 富士市就职综合支援中心 提供就职 生活 福祉等全方位的咨询服务 富士市还针对希望迁入本市的住户 提供年轻家庭定居支援奖金交付制度 Sumidoki Under 40 Plus 以至少一方未满40岁的家庭为对象 建设住宅可获取70万日元 室内业者施工建筑30万日元 两代居新建筑宅获取20万日元 有小学生以下儿童的一户家庭 最大三人每人可获10万日元 从首都圈迁入可获50万日元 比如 从首都圈迁入 有三个孩子的两代家庭 委托室内建筑业者 建了两代居住宅的情况下 可获得最大奖励金额200万日元 大都市圈から富士に引っ越してきて っていう方がいるんですよね そういった方は僕たちと同じような感じで 富士に来ているので そこで 何ですかね 心が触れ合いやすいっていうか 一緒に頑張ってこようよ っていうような感じになりますね 青春大奖 是为了实现每个人 都能充满能量的 欧哥青春的城市 生涯青春都市 富士市而設的项目 我们支援每位市民的各种挑战 今年3年目になります すごい順調で 次の段階で自分たちも進んでいきたいな っていう風に思っています 自然は本当に周りにあるので それプラスやっぱりすぐに いろんなところにアクセスできる環境ではあると思うので そういう意味ではいろんな刺激を受けながら 育ててほしいかなと思います 面向未来 JR富士战前的無障礙化 面向年輕一代的住宅補助金制度的創設等 各種以生活便利性為主題的制度 正在進行之中 充满幸福的城市 富士市 今後的發展 值得期待 您想不想来到富士山路 享受属于你的 富有生气的生活呢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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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